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用到两张正换型的纸 我用的大的正换型纸边长15厘米 这个小的边长9厘米 大的做花朵 小的做叶子 小的这个部分没有严格的规定 只要比这个小一些就好 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擀开 另外两个角对折 擀开 放到背面 把两个边对折 展开 另外两个边对折 捏住两段把它挤压到一起 形成一个正方形 旋转一下 开口朝下 其中一个角树立起来 从中间撑开 压下来 把它压平 注意中间的直输线对齐 然后剩下的三个角都一样 我们先翻到背面 其中一个角树立起来 撑开 压平 把这一边先翻到右侧一下 把这个角树立起来 撑开 把这一边先翻到右侧一下 把这个角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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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部展开 我们翻到这一面 把它收起来 按照它已有的折痕 把它收起来 然后我们找一下 看一下这个角折进去了 这个没折的角 这个部分 把它往里折 然后剩下的部分都一样 一共折四个部分 这个角有里 里面有角 这个里面没角的 把它往里折 折了两个 还有两个 一共是四个 好 四个角都折好了 接下来把下面的角往上折 可以距离上面的点 流出一小段 然后这个冰到一起 我们看里面 把它展开 先看这个 把它撑开 这个角与左侧 特冰到一起 里面撑开 然后把它折平 然后把它压平 然后剩下的都一样 然后剩下的都一样 然后压平 然后压平 这时候可以先折 这一个 撑开 压平 然后是这个 好 花朵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用小点的纸 折叶子 首先两个角对折 然后展开 另外两个角对折 外侧这边 折向中间的线 这一侧也一样 再把这个角 往外折 这小角往里折 这一侧也有 往里折 好 这样叶子就完成了 最后可以把它粘到一起 这样一款 切牛花就完成了 好 看完视频 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旁边的是 杜鹃花